我曾说过希望能将第一营党打造成为一个有温度的金融机构 一个月前第一营银行董作廖灿昌就跟总统蔡英文在运动会上有说有笑 满面春风的廖董事长却忘了当年担任何库董作时 牵涉其中的庆富案还疑点重重 这个廖董事长在何库因为高雄庆富案下台 结果摇身一变一转又变第一营党董事长 不是应该调查之后如果要给他机会再给他重新发布 结果庆富案都还没有调查清楚 立刻就发布第一营党董事长 韩国瑜直播再批廖灿昌针对庆富弊案还没交代清楚就升官 当年庆富董作陈庆南公司资本额仅5.4亿 却能向九大公股银行借到205亿 其中廖灿昌执长的合作金库就借贷了28亿 明显违反专业判断 廖灿昌在2014年6月上任何库董作 不到5个月就拨款28亿给庆富 最终导致损失高达17亿 2017年庆富案爆发后 何库被罚200万 廖灿昌下台就责 但相关谜团尚未厘清 绿营竟不愿重启调查 王岐山委员提出了一个案子 希望能够继续调查庆富案 结果呢在委员会里面 有13个委员举手反对继续调查 全部都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点名高雄立委想息事宁人 懒疑放话续追庆富案 呼吁廖灿昌 别想置身事外 见识人中王岐元小宿 台广道